下面我们看一下无形私产的初始伎俩 无形私产的初始伎俩跟固定私产差不太多 它们都有一个截止资本化点 固定私产是说达到预定可供使用状态日截止资本化 无形私产也是这个词一样的 看一下 无形私产通常按照实际成本伎俩 那就说以取得它并使其达到预定用途而发生的 所有支出构成其成本 在这点上无形跟固定几乎是一致的 那就说总的原则都是达到预定可供使用状态日之前的 一切合理必要支出构成其成本 具体来说先看买的 外购的话包括买价包括税费 以及直接归属于使其达到预定用途而发生的其他必要支出 这个呢 没什么特别的 它这个特别在哪呢 就是这个分期付款是特别性 比较大的 购买无形私产价款超过正常性条件延期支付 请注意这个词说的就是分期付款买无形私产 分期付款买无形私产 跟咱们前面讲的分期付款买固定私产本质上是完全一样的 它都是一个借钱还钱的本质 应该按照限制认定它的资产入账 并且呢 后续提息呀 包括本金测算呢 这些都是常规的借钱还钱的本质 来看一下 购买无形私产价款超过正常性条件 延期支付具有融资性质的 那它的成本以购买价款的限值来入 实际支付的价款与限值的差 除了按照借款费用资本化之外 一般做当期损益 这个有个问题啊 借款费用资本化 在这怎么还用得上呢 你比方说呢 像前面讲固定私产那个 如果固定私产有个安装期 工程安装期 那么在工程安装期内 你像刚才这个分期付款的那个利息费 正好卡在工程安装期 就得寄固定私产成本 无形私产也存在这个问题 如果说呢 你这个无形私产 就类似于固定私产的这个安装工程期 在这个期间的话 你发生的利息费也应该资本化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但是一般情况下 做操费的情况比较多一些 这个操费怎么算来着 用期初的长期应付款的本金 就是负债本金 用期初的负债本金 乘以它的实际利率测算利息费 本质上与固定私产是一样的 来看个题 22年初 甲公司从乙公司买了一个商标权 甲公司资金周转比较困难 于是呢 协商分几年结款 他这说的是分五年结款 一千万呢 五年 一年多少 一年两百 一年两百 那就长这样了 画个图 五年期是吧 一二三四五 每年底结款两百 两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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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几年期年级呢 这是五年期年级二感 早 分期付款嘛 肯定是折现入 资产的入账 跟固定资产一模一样 它的利率是5% 那你这个配的利率应该是 对应的那个系数叫 五年期年金折现系数 没错 就是这个 这个应该怎么表达呢 怎么表达 一般这么说 P-A 逗号5% 逗号5 一般这么表达 五年期5%的年金折现系数 然后拿这个系数一乘 就可以算出它的入账 算一算吧 4.3295 200乘以4.3295 这个入账是 865.9 865.9 865.9 来 看看它的具体的第一步 无形私产入账 年金200 乘以五年期 利率5%的年金折现系数 4.3295 865.9 865.9 没错吧 对了呢 那它的未确认融资费是多少 你看这是限制 这是限制 这个是中值 这个是未来的利息费 未来的利息费用 显然 长期应付费 长期应付款 和未确认融资费是个被抵的关系 抵完之后是长期应付款的限制 这个咱说过的 那你看它这个又本质是个啥 这就是借入 865.9 分五年 还1000万 负担134.1万的利息费吗 来再念一遍 借无形私产 865.9万 借未确认融资费用 134.1万 贷长期应付款1000万 走 剩下的话 就是借钱还钱 这是期初的本金负债的 5%乘过来 43.3 然后还200 这200的话 还息还多少 还这个 还本呢 156.7 156.7吗 那没错 还息还43.3 还本还这个 还完本之后还剩多少 这个 709.2 然后再乘5% 35.46的利息费 又还200 还本还的是164.54 还息还的是35.46 还完本之后 落的是544.66 一次滚动就可以 就不再念像啥的啊 来我们先看它的分路 首先第一年底 它的解款200 借长期应付款 带未确融资费27.23 第四年 借长期应付款200 带银行存款200 曹费是18.59 第五年 最后一年 借长期应付 带银行存款200 借曹费用 带未确认融资费用 9.52 行了 来这儿还有个问题啊 它喜欢问哪个点 我给你穿起来 它喜欢问这个 等到我画个图 这不五年吗 头一年 它为年底的那个 资产负债表的 列势的长青负 列哪个数 我给你对一下 第一年底的本金是多少 是709.2 就这个 第二年底的本金是多少 往下翻 第二年底是这个 544.66 544.66 你看看 这是第一年底的负债本金 这是第二年底的负债本金 如果他要问 说头一年底的那个 资产负债表里面的 长青负列哪个数 你怎么写 你得算这个 得错一年底 这咱以前练过这个事 因为资产负债表里面 你列的这个长青负款 它得扣掉 下一年到期的部分 简单说 就是错开一年 本身呢 第一年底的负债本金 的确是709.2 但是你得列 第二年底的负债本金 作为他的资产负债表里面的 第一年底的 长期应付款的列爆 这个问题咱以前练过啊 在这儿 你应该知道的 行了 这题结束了 往下来 看看这个考题 02年初 假公司从乙公司 买了个无形资产 分期付款购买 总价是2000万 每年底结款400 分5年结清 利率5% 5%的 5年期的 年间 折现系数 4.3295 哎 你发现这个题 跟刚才咱们 那个教学题 几乎长一个模样 刚才咱那个教学题呢 是教材上的一个题 这个题是考题 你没发现 考题就把教材题 直接改的 来 咱们画一项 几年切 五年 一 二 三 四 他就把刚才 那个200改成400 其他都没动 你没发现吗 他们怎么这样子 他们就是这样子 他们就是这样 有个性 这是五年金 年金 咔 折个线 百分之减 百分之五 你看这个系数都是一个数 4.3295 我给你算一下啊 他的入账是多少 400乘以 4.3295 是1731.8 那我们直接滚一下 第一年利息费多少 乘以百分之五 是86.59 那这儿的本金是多少呢 1731.8 加上86.59 再减去一个400 这不就结了吗 这个数是1418.39 1418.39 再乘百分之五 这个利息费是70.92 然后我们这个点的本金是多少 那接着来 1418.39 加上70.92 减去400 这个点的本金是1089.31 行了 算两年就够了 他这个题呢 就是只问这两年的数据指标 我们逐一的对上 第一个说 头一年的利息费是不是86.59 没错 这个对着呢 第二年的利息费是不是70.92 没错 对着呢 关键注意啊 看这儿 说入账是不是2000 肯定是不对的 应该是多少 应该是1731.8 还有这儿 这个也是错的 他说头一年底的负债本金 列报列多少 我不是说了吗 要错开一年列 本来应该列这个 看 但你应该列这个 我再重复一遍 长期应付款的 一年之后的本金是1418.39 但是你列报 得错开一年列 列这个 1089.31 应该列这个就对了 这样想的话呢 就前俩是对的 没错 你看咱们对一下 最后两步 C呢 C呢 入账是这个 然后最后这步的话呢 长期应付款列报 应该列1089.31 就这个 这个考题 就是把教学题 直接改了 来 再看这个 下来费用 不构成无形资产的入账 包括谁 一个是广告宣传费 广发费 广告宣传 发行费 就这块的话呢 本身它算是促销费 这个应该走销售费用 管理费是走当机的管理费 这不用说的 这是它的第一步 总之 这个钱呢 是不能计无形资产成本 你像你这个 打广告 你打广告 你其实是不是 扬的是商品的名啊 说到底 是为商标权 所付出的代价 但是打广告 这个钱是个无底度 而且它本身 没法做准确的 这么一个规矩和分配 于是呢 广告宣传费 这块都走销售费 不计入商标权的入账成本 第二个 达到预定用途之后的费用 这个叫什么 叫后续支出 说到后续支出呢 我们想一个问题 固定资产也有个后续支出 它那个后续支出是怎么说的 对固定资产来说 它的后续支出分为两个 一个叫更新改造 一个叫修理 更新改造 通常资本化 修理通常是费用化 当时是这么说的 那你说无形私产的后续支出呢 无形私产的后续支出 通通费用化 在哪 管理费 管理费 即管理费用 把它入账的一些因素构成 以及它的计算指标搞清楚 尤其是那个分期付款 可能难度稍微大一些 像这些小的理论也要知道 说了买的 再说投资者投入 对投资者投入方式 存货那讲过 固定私产那也讲过 这算是无形私产的一个投资者投入方式 词都一个词 双方约定价不公允的除外 你看 就这个词 投资者投入的话 应得按照合同协议约定价确定 如果不公允的 应按空允 那就说呢 必须得按公允 双方约定价不公允的除外 不就让公允加入吗 非后不交换 债务重组 以后再说 这都是后头的大体 这块呢 本身没法展开啊 政府补助是一个特色 政府补助 一般的政府给企业的补助 最常见的就是给地皮 比方说政府补了一块地皮 这块地皮让你白占十年 估值一百万 这个账怎么写呢 拨给你地皮的话 借无形私产土地省权 带地盐收一百 十年的白占了 假如说呢 这个地皮的摊销没有残值 那你地皮的每期摊销这么摊 借什么费 一般的地皮的话呢 通常是自用嘛 走管理费 借管理费用十万 带个啥 累计摊销十万 这是地皮的摊销 同时按照他的摊销进度 分摊他的政府补助的地盐收益 地盐收益分十年摊 每年摊石 借地盐收益时代其他收益时 他为啥走其他收益啊 其他收益是这样的 我们后面讲政府补助再想起说啊 就说你补的这个事 补的这个钱 他用在日常经营活动 那么他的损益归属就是其他收益 如果是补到了非日常 那应该走也满收入 他这个一般是日常 走其他收益 借电收益代其他收益时 在这儿呢 你琢磨一下 费用也是走得失 收益也是走得失 实际上呢 补的这块地皮在损益上是不影响 没错吧 那你说这块地皮 如果说是个荒郊野外 没有公寓价怎么办 他说按名义金额入 什么叫名义金额 所谓名义金额 这就是一块钱的意思 一块钱你就别贪了 这就这么些 借无形私产代其他收益一就可以 把问题简化 来我再稍微的重复一遍 政府补的无形私产 我们刚才举的是补的地皮 当然除了补地皮 有好多种补法 有的是纯粹给钱也有 公寓价可靠计量的按公寓价入 一般的话是借无形私产代电源收益 然后呢按照他的分摊进度 就是你的摊销无形私产的进度 来摊销电源收益 电源收益摊销 一般是归到其他收益 因为它指向的是日常行为 假如说呢 你指向的是一个非日常的事 那应该走银面收入 啥叫非日常呢 你比方说它补的是你的灾害损失的 这种补偿 那这个的话肯定是走银面 这个就不是补无形私产了 我们这儿是举的这个地皮 是典型的无形私产的补贴 OK 这是说的无形私产有供应价的 没供应价的话呢 登一块钱走其他收益就变贪了 这个别走地盐收益了 再看地皮怎么做 对地皮来说呢 在这儿我们曾经多次说过 地皮分三种使用方式 哪三种 自个用的 然后呢 出租的 然后呢 拿来盖房子的 就是往外卖的那个商品房的 这个在这儿 我们需要给大家稍微的铺垫一下 这个地皮呢 就是占的这块地皮的独占独享圈 现在都得是从国家那儿去买 因为这个地是归国家嘛 你要去占地皮 只能从国家那儿相当于是变相的租 说它租的也对 其实就是买一个特定时间的一个独占独享圈 如果说你自个儿用地皮 比方说盖厂房啊 盖办公楼啊 这个地皮它叫无形私产 名字叫啥 叫土地使用圈 那你地上盖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房子叫什么 那个房子叫固定私产 来重复一遍 自用地皮 盖厂房的 盖办公楼的 地皮叫无形私产 土地省圈 地上的建筑 它叫固定私产 这个不光是你的科目分开设 包括你的什么 摊销折旧方法呀 你的残值啊 一切都是各算各的 这个原则上是不搭的啊 但是有一种情况 你比方说呢 你那块地皮 你盖办公楼盖了三年 你这个地皮不是入无形私产 土地省圈吗 那你的三年的房产的建设期内 你的摊销走哪 走在境工程 那个分路比较特殊 叫借在境工程 带累计摊销 等到完工了 那你再走管理费 这点呢 是他们俩的一个唯一的交叉点 我再重复一遍啊 自用地皮 盖办公楼 盖厂房 单开核算 一个叫无形 一个叫固定 他们俩的唯一交叉点 就是你的盖房子的过程中 你的地皮的摊销价值 是记住工程成本 这是一个特色 出租呢 出租叫投资性房地产 出租的话叫投资性房地产 这就不是无形私产 拿来搞房产开发的 拿来搞房产开发 就是盖商品房往外卖的这个 这个颗嘛 它叫开发产品 属于库存商品系列 OK 这是三种使用方式 那在这儿呢 这个当然说的是自己用的啊 实际支付的价款加税费 寄入土地省权的成本 那么自行建造厂房建筑的 要分开核算 什么情况下分不开 第一个 房产开发商拿了地皮 开发对外卖的商品房这个 这个地皮和地上都叫开发产品 因为房产开发商盖的那个商品房 它本身就包括两个资产 站在地皮跟地上建筑 都是它的开发产品的成本 它是包在一块不分开的 这是房产开发商盖的 那个商品房的一个说法 最终记得科目叫开发产品 地皮和地上不分加的 都叫开发产品 它是先记住开发成本 再转入开发产品 它说的那个开发成本 就有点像那个产品生产起的 那个生产成本帐一样 它把它的地皮和地上建筑 记住开发成本 最终转入开发产品 是不分家的 另外的话呢 你买的这个办公楼 买的这个厂房 如果说呢 地皮地上能够分开 你就应该分开核算 但是有很多的会计核算的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故意的 它觉得它分不开 有的可能的确分不开 那分不开怎么办呢 你自个用的这个 按理说自个用的得用 无形资产地上叫固定 对吧 应该这么分 分不开的话 你都按固定私产算 就别拆了 这也是一种说法 很多企业的话呢 就是图省事 都按固定私产算 你就看不着 那无形私产 图地省圈了 这样做其实是不严谨的 不严谨 来我再稍微的总结一下 什么情况下分开 自个用的地皮 盖办公楼盖厂房 地皮叫无形 地上叫固定 这是要分开的 什么情况下分不开 房产开发商拿来盖商品房 那个肯定是不分的 最终都要寄开发产品成本 另外呢 就是你买的那个 自用的那个厂房啊 办公楼连地皮一块买的 它肯定是连着地皮一块买的 那个是有的分开 有的分不开 分开的话 像我刚才说的分开算 分不开的科目 选择入的是固定私产 搞定 来看这道多项选择题 下列各项关于 土地使用权的处理 谁是对的 为建造固定私产 买的地皮 做无形私产 为建造固定私产 买的地皮 做无形私产 没错 房地产开发企业 为了开发商品 买的地皮 做存货 对 出租的地皮和地上建筑 做投资性房地产 对 建造厂房的地皮 摊销额 在厂房建设 期计工程成本 就我刚才说的 他俩的交叉点 他这个分路怎么写 借赛进工程 带累计摊销 最后一个 地皮在地上建筑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 与地上建筑 一并做固定私产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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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分开的 前四个是对的 前四个是对的 来看这道多项选择题 假公司是一般纳税人 二三年初 拿到一块地儿 花了五千万买的 干嘛用呢 盖商品房 那他肯定不是入无形私产 他应该入的是开发产品 为了建造商品房 三月一号 专门借款四千万 什么叫专门借款 就当初这个钱借的话 是奔着专门用途去的 年率百分之五 到年底为止呢 这个商品房的地上部分 花了五千万 进项税六百五 还在建造中 没有使用的专门借款的 投资收益为五 这是在干什么呢 他这讲的 这是借款费用资本化的一个原理 我们现在讲这个有点提前 我先给你铺垫一下 专门借款的利息费资本化 是卡一个资本化期 就是在资本化期内的 所有的专门借款的利息费 都应该资本化 但是你得抠掉闲置资金收益 你拿这个题来说呢 他这也没有明确说 哪天开始资本化 但是一般来讲 我们假定啊 三一号这天 开工了 借了钱了 资产支出也发生了 这以后再讲 那你这个资本化期 相当于是几个月 十个月 十个月的资本化期 那么这十个月的总利息 抠掉闲置资金收益 就是这十个月的资本化 我们后面会详细讲这个问题 因为在这儿呢 他只是简单的一个展开 他就问 有关这件事谁说对了 他这个问的不是计算 问的是理论 第一个 二三年专门借款的利息 应该计商品房的成本 这个说的倒没错 但是你得抠掉闲置资金收益 他说的不是特别严谨 购买地皮的成本 即商品房成本 对着呢 没有使用的专门借款的投资税 充减商品成本 对着呢 建造商品房所支付的信项税 即所建厂房成本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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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抵扣的 前三十对 前三十对 下面我们看第七 且合并中拿到的无形私产成本 这个问题比较麻烦 我们需要背景铺垫 什么叫合并 合并分吸收啊 新设啊 控股是怎么界定的 另外什么叫同一控制 什么叫非同一控制 在这呢 我先把这件事 简单的先热一下 因为后面我们讲 长期股权投资 对这个事还要重点说 包括咱们后面讲企业合并 对企业合并的一些相关知识点 还得展开 这东西慢慢来啊 因为现在讲到这了 需要做一个简单的铺垫 来看题板 我先简单的说 什么叫合并 合并这个词 通俗的说法 就是俩并成一个 通俗的说法 是俩并成一个 你看常规方式 有一个叫吸收合并 特别明显 比方说A把B给吸收了 你说他怎么就把他吸收了呢 A呢 你得先花钱 把B的所有的股份买下来 A得先花钱 把B的所有的股份买下来 然后他把B公司注销 把B公司的资产呢 负债啊 并到A的个别账策体系中去 这就叫吸收合并 这个吸收合并 合完之后 就剩一个A了 被吸收方没了 这叫吸收合并 这一看就是合并了 俩变成一个了 还有一种合并叫新社合并 什么叫新社合并呢 AB俩企业 都打岔了 他俩不想活了 说咱俩变成一个企业吧 融成了一个C 这个C的话呢 就是接收了AB的资产和负债 然后AB的原来的股东呢 经过商量在C的新公司里面 A的原股东占多少 B的原股东占多少 大家组成一个全新的公司C 这个是新社合并 这个完成之后 也是就变成一个了 啥叫控股合并呢 比方说A公司买了B公司 80%的股份 A买了B80%的股份 按照咱们前面铺垫的基础知识点 同股同权嘛 你看你都占80%了 你是最大股东 你通过投资完成对B的控制 因为大部分公司的话呢 持股过半意味着你能控制 这个公司嘛 A肯定能控制B了 投资完成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 这叫控股合并 这个的话呢 这不是还是俩企业吗 他们是分别作为会计主体 看啊 然后 AB构成一个更大的经济联合体 这个经济联合体不就是变成一个新的集团吗 对 这也叫企业合并 这是企业合并中的控股合并 你先了解这个合并的方式有三种 我们这儿讲的主要是这个和这个 新设合并几乎不讲 看清楚了没有 来接着说 那什么叫同一控制 什么叫非同一控制呢 看这儿 比方说M拿着N80% M拿着F90% F拿着G100% 这一看呢 这是个集团 那么这个集团 最终的母公司是谁 是M M是NFG的母公司 有的人说 这公司应该是M的孙公司 注意啊 不许侮辱这公司 它都叫子公司 最终的母公司就是M 这叫同一个集团 在这个集团背景下 比如说N公司给了F公司一笔钱 N给了F一笔钱 然后把F持有的G 全都买下来 买下来之后 有三种可能 一个是把这个G注销掉 把G的资产负债并到N 这叫吸收合并 一个是N和G 他们俩共同组成一个新的企业H 这叫新设合并 还有一个的话呢 N买了这个G的百分之百股份 就完成了控股合并 保持原有法人地位 只是形成新的一个集团而已 这是三种操作方式 你甭管是哪一个操作方式 是不是都在同一个母公司M的控制之下 这叫同一控制 同一控制最简单的理解 就是一家子 最好理解吧 就是一家子 这个一家子的话呢 有一个麻烦的问题 既然是一家子 你说这算交易吗 No 一家子是谈不上交易的 一家子的话呢 就是本质上这种合并叫什么 叫资产负债的账面再组合 具体来说呢 咱们刚才说的那个知识点 叫什么同一控制拿到的 什么备合并方的无形资产怎么办 你这个G公司 是不是被N吃掉了 比方说吸收合并 是不是得并到N的个备账策 对不对 你这个G的数据 进N的账策室 在这个背景下 同控背景下 按什么口径入 按账面口径入 因为你不是交易 你不是买卖 我不是说了吗 同控背景 你是一家子 一家子的话呢 干嘛说那么客气呢 他谈不上交易 不算公平 他只是一个账面的再组合而已 表现在具体操作上 G的数据在进N的时候 吸收口并 按账面口径 那要是N和G构成控股合并呢 将来他要编合并报表 G的数据进合并报表 也是账面口径 这叫同一控制 那啥叫非同一控制 非同一控制就很简单了 非同一控制就是参与合并各方 你俩谁不认识谁 没有关联方关系 不是一家子 没有同一个母公司 这叫非同控 非同控是真正的市场交易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 比方说在非同控背景下 N要吃掉G的话呢 那就是市场交易行为 我就把他花了真心白衣 帮他买下来的 那么这个公司数据 在进这个合并数据时 必须入公元 行了铺垫差不多了 看这 同一控制下的吸收合并 按被合并方的 无形死产的账面口径入账 同控的控股合并 合并方在合并日编合并报表 按照被合并方的账面口径 信入合并数据 哎呀 这个还是有点绕 我给你画个图 更直观一些 来咱画个图看一眼 这是那个合并方 这是那个被合并方 如果它是吸收合并 那这就是吸收方 这就是被吸收方 如果是控股合并 这就是那个控制方 这就是那个被控制方 他们要编合并数据 这合并数据 有两种可能 我们就说吸收跟这个控股 合并数据 如果是吸收合并 说的是吸收方的 个别账标数据 因为吸收方 刚才你也看了 它最终只剩下吸收方 被吸收方就被干掉了 那就说它的合并数据 就是吸收方的 个别账标数据 那要是控股合并 这个合并数据 说的是合并报的数据 这是不一样的合并 所指向的这个目标 是不一样的 那在这儿呢 甭管是哪种方式下的 这个合并数据 反正合并方的这个数 是抄账面 人家是保持原状 被合并方 在同控背景下 抄账面 非同控抄公允 为什么呢 因为我刚才说了 好多遍了 同控 它是一家子 你是一个集团 你所谓的什么 我吃你你吃我 都是集团内部的 一个资产负债的账面 在组合 这个抄的是账面 不是交易 而非同控 你必须得把 被合并方的数据 按公允口径 纳入合并数据 因为你是市场交易行动 来再读一句话 在同控的吸收合并 按照被吸收方的 无形资产的账面口径 纳入它的入账 在同控的控股合并下 合并方在合并所编的 合并报表应当按照 被合并方的 无形资产的账面 入期合并基础 你就记一条 同控抄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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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完了 在这儿我们已经铺垫差不多了 先把这个表能争取 被过最好 那非同控呢 必须按公允 在非同控的背景下 购买方取得的无形资产 就是那个被购买方 或者叫被控股方 或者叫被吸收方的无形资产 按照公允 公允 公允 入期合并数据 包括它原来有的无形资产 共加入 它怎么还有没入的无形资产 这什么意思 还得举例子 上 你比方说 A公司在非同控的背景下 吸收合并了B A公司在非同一控制背景下 吸收合并了B 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B的数据啊 资产的负债 按公允口径 纳入的A的账策 没错吧 对 然后B就注销了 这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如果B公司 自己个儿有个叫自创商标 他自己个儿有一个自创商标 而且他这个自创商标啊 价钱还挺高 就是特别值钱 就自己的牌子搞得很亮 但是自创商标不入账 我们前面说过的 自创商标为什么不入账 因为你不知道具体的成本 你自己为了打广告啊 为了去宣传这个商标啊 花了无数的代价 这个代价很难进行统计 很难进行可靠计量 所以说呢 自创商标是不入账的 就自个儿打的这个牌子 是不入账的 但现在谁都知道 你的商标值钱 你现在被A公司吃掉了 那你当初B公司老板 在谈这个生意的时候 那你说我这个自创商标 做不作为一个转让的代价 当然是了 你A公司出的那份钱里面 得专门有一份钱 是为了这个自创商标 你得花钱去买这个商标 因为这商标值钱呢 虽然商标没入账 但它确实存在 你像这种情况 就属于刚才聊的 这个东西在B的账上没登 但它确实有 一旦吸收合并了 它就出来了 按照A公司出的这个报价 估值出自创商标的真正价值 然后寄入到谁的体系里面去 A的个别账策体系 这就我刚才聊的 它原来账上就没登过这个 但是它有供应价 于是呢 应该把它当独 作为一个无形资产 入到控制方 或者是吸收方的 这个账策体系中去 吸收合并是挂到 吸收方的个别账策 控股合并是把它 纳到合并报表 这就咱们刚才说的 原来就没登过的 以谁为代表 叫自创商标 就自己去打的这个牌子 还有什么呢 不是自创商标 还有别的吗 有 自己创的一些祖传秘方 就自己琢磨出的 一些祖传秘方 那么这个东西 肯定是没有注册 也没有登记 我们也没有核算 到底它说需要 你花了多少心血 把它造出来 没有 但它的的确确有价值 我们可能 这个吸收合并 这个控股合并 它就奔着 这个祖传秘方 才把你吃掉的 那这种情况下 祖传秘方 作为一个无形私产 叫专有技术 就应该 堂而皇之地 当作一个私产 记住到吸收方的 个别账策 或者叫控股方的 合并报表里面去 因为这种自创的商标 自创的一些 什么专有技术 在账上是不登的 但它的确有 但它的确有 来 再读一遍 非同控背景下 无形私产 按照供应价入 原来的无形私产 按供应价重新调 那么没有登在账上的 无形私产 如果它有供应价 你也得按照供应价 纳入到合并数据 这个供应价咋来的 可能这个东西有市场 那就按照活跃的市场价 没有市场怎么办 那就应当按照购买日 从购买方获得的信息为基础 在熟悉情况 并自愿的当事人之间 进行公平交易 未取得他而付出的金额 这个绕来绕去 他想说啥 我给你翻译一下 第一句话简单 就是他供应价 你从那找 市场价找 有活跃市场 第二个的话 没市场怎么办 懵 你就懵就完了 他说你懵的话 注意心情要保持愉快 一定在喝完茶水之后 心情愉悦的状态下 非常轻松的 非常自如的 非常心旷神异的去懵 你看熟悉情况 并自愿交易的当事人之间 自愿进行公平交易 所付出的代价 就是懵一个 在这儿挺麻烦 一到合并 这个事瞬间就变得非常的繁琐 我们在这儿 只是给大家初步的热身 把合并的方式 合并的类型 做了一个概括 后面讲长期股钱投资 将会迎来企业合并 重大的一个信息量的提供 而到了企业合并那章 还要做重点的 更深入的探讨 合并可以说 是我们注册会计师的 一个考试的底色 无合并 无筑块 只要考筑块 肯定好合并 这块的话呢 你争取每天一点 就把它整理一点 行了 这样的话呢 有关无形死产的初始计量 就说的差不多了啊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台湾 稳栋梁